咳嗽咳不停 還有發燒流鼻水 不少民眾最近都出現症狀 病菌持續肆虐 為了防範中國大陸 呼吸道疾病疫情擴散 機關署已在機場進行採檢 多歲的兒童 然後在這個機場有發燒的症狀 被我們採檢 那經過確認是我們首例 在機場這邊來檢到的 兒童的梅漿菌感染的個案 肺炎梅漿菌 5歲到15歲的兒童 跟青少年是最容易感染 驗出來的首例就是10多歲的男童 12月4號從中國大陸入境 在機場出現了發燒症狀 因此接受採檢 5號檢驗結果出爐 確認是肺炎梅漿菌陽性 衛生局持續追踪 男童的家人表示 已經到醫院就醫治療 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 並且已經退燒 身體狀況也好轉了 目前零星檢出 這個機場有梅漿菌的情形 看起來是不意外 因為在中國的疫情 是梅漿菌能處於一個下降的趨勢 呼吸道的疫情 轉以這個流感為主 的確已機關署 從11月26號開始 在北中南四處機場 實施自願採檢的統計來看 109名有症狀的旅客當中 驗出流感57人 占67.8%最多 另外新冠也有11.9% 腺病毒大約8% 鼻病毒3.6% 梅漿菌只有一例 占比1.2% 有醫師也提醒在第一線看到的梅漿菌案例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民眾不需要太緊張 反倒要注意流感 以及歐美跟東南亞地區 正在升溫的新冠疫情 也建議民眾戴口罩勤洗手 用最基本的方式 終於能夠達到預防效果 TVBS新聞 李智雄 黃凱靜 台北商務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